吃法總給原因高娃早安天大家好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熱騰騰的單身及地獄第三季 因為每季都是年底播出的關係 這節目已經快要變成Simon頻道固定的新春節目 雖然大部分觀眾很熟悉 但節目開始以前還是來簡單說說這部實境秀在幹嘛 單身及地獄講述六男六女在荒島上的求愛故事 如果雙方看對眼就可以手牽手去天堂島 除了雙方一同的配對以外 當然還有一些奇特的配對方式 像是每一季都會有的摔角比賽跟搶棋比賽 這季還有這種爆爆深蹲比賽 真的是色到爆炸 還以為在玩什麼酒店小遊戲 而這些比賽的優勝者都能無視對方的意願 強行把他帶去天堂島 在天堂島除了可以解鎖泳裝Skin以外 還能得知對方的年紀跟職業 節目大體上的玩法基本上就是這樣 而本季也找來了第二季的參加者 金正應擔任主持人 老實講這節目在第二季的時候我就覺得有點膩 畢竟前兩季的劇情老實講有點像 結果第三季節目組搞了一個超屌的開局 那就是他們搞了兩個地獄島 而且機制很有趣 他們會強行把去天堂島的兩人分開 舉例來說 A跟B兩人從地獄島1配對成功去了天堂島 但回程的時候 A會回到地獄島1 B則會到地獄島2 簡單來說就是 雖然你們可以一起去天堂島 但接下來勢必得要分隔兩地 雙島制的出現就讓戀情多了更多可能性 也讓我對這季的後續充滿期待 只可惜這季很多東西都只做半套 雙島制在第三季的時候就取消 大家都統一生活在一個島 後面的玩法也跟前兩季差不多 再來就是第一集的時候大家看起來好像很客奈 還要親自下庭挖東西 結果第三集又是燒肉又是啤酒 多客奈我是真的不相信 不過撇開製作本身的虎頭蛇味 本季的參加者都是每個都有各自的瞎點 有那種前面轉個258 發現對方喜歡上別人後 才開始瘋狂示愛 屬於利姑利姑新年財的五千雲類型 也有那種明明知道對方爛得要命 還把自己當成備胎 卻還是愛他愛得要死 屬於玫瑰同伶眼的悲情女主角類型 反正這季很多人都有一些欠罵的特質 而且第三季真的很一眼難尖 因為本季全部的鏡頭 都集中在一個名叫李關西的人身上 問題是這人非常的不討喜 但又一堆妹子為了他爭風吃醋 所以雖然這季drama真的很多 但因為男主實在太欠揍 所以觀影體驗非常的微妙 前面兩季是體驗火辣辣的赤裸愛情 第三季則是十萬個為什麼 為啥這類會這麼受歡迎 好的前導就到這邊 讓我們隆重介紹本條感情線的男主角 也是第三季的超核心人物李關西 雖然前導有稍微提過 但這邊還是幫大家打個預防針 我接下來將會毫無保留的火力全開 簡單介紹一下這人的背景 李關西一個36歲的職業籃球員 身高190效力於韓國昌原列準隊 雖然說這季的玩法跟前兩季沒有太多的變化 但多虧了李關西讓節目變得非常的精彩 因為李關西應該是我看這麼多戀愛實境秀下來 最討厭的一個人 就連雙層公寓的媽寶新井雄大 都只能看著關西的車尾燈 此人可以說是結合了大頭症 見一個愛一個 還對女生極度沒禮貌於一生的極品獲色 實際上關西一開始給我的印象還算不錯 雖然專訪的時候看起來很車 說自己的三個優點是 李關西 李關西 還有李關西 你可以再秋一點沒有關係 結果他不僅體貼還是個害羞男孩 跟女生講話眼睛都不敢直視對方 而憑藉著優秀的外貿條件 關西第一天就去了天堂島 緊接著就讓我們迎接第一位女主角 26歲的崔慧善 一個長相跟個性都很甜美的女大學生 臉上無時無刻都帶著笑容 身材又很火辣 在觀眾圈內非常的有人氣 兩人在天堂島的互動非常良好 關西的內向害羞 跟慧善的活潑外向形成了良好的互補 關西還時不時會有一些貼心的小舉動 就目前為止在我心目中的分數還是很高 時不時啊 隔天早上立刻把我的幻想砸個粉碎 隔天兩人收到通知 關西跟慧善並不會一起回到地獄島 原因是這即有兩個地獄島 關西跟慧善將會在此被拆散 而跟他們共成的另外兩個異性 則來自另一個地獄島 慧善這邊沒有什麼重點 雖然對兩個地獄島感到很吃驚 但明顯對這個新來的男生沒興趣 而關西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立刻又陷入了愛河 跟關西一同回到地獄島的女生名為以夏芹 明知操像霸道總裁小說裡面的女主角 這個人啊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得了 夏芹看起來像是個狐狸精 實際上也確實很會撩 招牌動作是這個充滿誘惑感的壓下巴 因為這動作實在太有趣了 夏芹也被網友稱為下巴人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台灣的上巴人 夏芹很喜歡對異性擺出這個滅惑動作 當他一上關西的車以後 立刻就0CD的展現了一次 而夏芹還不斷地暗示關西 希望可以跟他來一次天堂島 而面對夏芹的連環攻勢 關西完全擋不了並徹底淪陷 還在飛機上不斷地打情罵俏 搞得旁邊的人只能裝睡 而在這短短不到兩個小時的路程中 關西立刻已情別戀 開始說會善太活潑因此好感度下降 夏芹是他比較喜歡的類型 話說關西當時在天堂島的時候 還對會善說自己的心意應該是不會改變 自信點把那個布拿掉 然而你要聽我一句話 接下來這樣的劇情會天天發生 關西每天都會喜歡上不同的女生 就當會善還沉浸在跟關西的浪漫告白時 殊不知關西已經跟夏芹開始打得火熱 這裡要講一下關西這個人的奇特之處 他面對每個女生都有不同的模式 而且取決於女生對待他的方式 像是關西面對乖寶寶會善的時候 就是貼心小暖男 比較像是好哥哥一樣的存在 但面對調皮的夏芹 大家就會切換成機車模式 是一個愈強則強愈弱則弱的個性 但是看關西跟夏芹聊天的方式 就他媽兩個字煩躁 兩人在第二次的天堂島選擇以前 有過一次對話 兩人明顯都對彼此有好感 但就是死不肯說 夏芹這邊還稍微好一點 挑明了就是想跟關西多聊聊 關西這邊就很靠北 明明就很喜歡 卻一直故作瀟灑的想要走人 反正兩人也只是打打嘴炮 最後還是手牽手去了天堂島 但這段真的是我全局看的最痛苦的一段 李關西面對夏芹的時候 整個人變成一個小屁孩 講話一直耍爪以外 還全身都是G點 稍微一點點不合他的意 他就會整個惱羞 首先猜年紀的部分 雖然關西一直以來 都會把女生年紀猜老的跡象 但是他居然猜夏芹31歲 講真的 一般來說為了禮貌 猜女生的年紀往下猜 永遠比往上猜更加討喜 重點是你還不知道這31歲 是不是他在開玩笑 夏芹整個翻白眼 結果關西無視夏芹的怒火 還一直往上猜 我當時看的時候 簡直尷尬到快要死掉 反正夏芹是1998年出生 26歲跟關西差了整整10歲 結果李關西開始疑老賣老 並要求夏芹對他講話尊重點 雖然我知道韓國很講究輩分 但我看這麼多韓眾下來 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要求 而且講話白目的 明明就是你自己好嗎 人家夏芹因為對你有好感 拼命往臉上堆笑容迎合你 哇操你看不出來嗎 但是從之後的互動能看得出來 關西根本就愛夏芹愛得要命 之後兩人開始玩真心話大冒險 夏芹目前為止跟兩個男的來過天堂島 分別是關西跟海洋搜救隊的名葵 關西就問夏芹說 如果今天兩人同時在你面前 你會選擇上誰的車 結果夏芹只是猶豫一下 要不要說關西直接生氣 因為他覺得 夏芹沒有在正確的時間點 說出他想要聽的答案 媽的有病啊 這次真心話大冒險 不是百萬小學堂 沒有標準答案 不用搶他 更沒有只有你想聽的答案 反正被關西這套combo打下來 夏芹原本的好心智被徹底摧毀 你能看得出來 從踏入天堂島的那刻開始 夏芹已經很努力在配合關西的白癡舉動 但關西的弱智卻不斷的在刷新極限 就在場面極度尷尬的時候 關西突然要求夏芹履行他們的賭注 這個賭注是他們剛到房間 關西一時信息玩的遊戲 反正遊戲的懲罰是 夏芹要睡在關西的腳下 原本以為他只是在調情開個玩笑 結果當真要執行 讓所有人大傻眼 夏芹也是好脾氣的乖乖照做 但就在要睡覺的時候 關西又突然拿著被子去客廳 說自己要開著燈才能睡覺 雖然關西可能是真的在體貼女生 但是依照當時的尷尬氣氛 關西的行為很像單純在鬧脾氣 搞得夏芹很頭痛 反正兩人的天堂島之旅 就在關西各種白癡操作下結束 主持人也對關西徹底無言 而在這之後 兩島宣布合併 也是夏芹跟慧善兩人的首次見面 不得不說女生的直覺還是真的很準 夏芹一眼就看得出來 慧善跟關西兩人有點情愫 而關西也跟慧善承認 二次見面確實讓他感到有點尷尬 而相比起關西的尷尬 慧善卻顯得落落大方 毫不避諱地展現自己對關西的好感 慧善對關西有好感我還能理解 畢竟他對關西的回憶 還停留在第一次去天堂島的美好 至於夏芹就比較奇怪 他們的天堂島之旅稱不上多美好 甚至有點尷尬 但還是愛他愛得要死 而兩人也開始對關西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 雖然我也不知道關西到底哪來的魅力 可以讓一群正妹為他神魂顛倒 但關西最屌的地方是 他最終用了一個非常弱智的方式 讓兩女瞬間清醒 讓我們將目光放在當天的迎負晚會中 久憨而熱之際 大家開始玩起了真心話大冒險 於是就有人問到關西 現在到底對誰比較有好感 此時關西做了一件讓所有女性暴怒的事情 是的 李關西跟挑菜買肉一樣點了三個女生 現場氣氛瞬間冷掉 實際上韓國的主持人不像日本節目這麼毒舌 因此看到關西幹蠢事的時候 大多也會往好的方向去解釋 但這次連主持人都沒有辦法幫他講話 因為就是純粹的沒禮貌純粹的欠揍 不過讓我們回到李關西的挑看選看 他說了三個人 其中兩個是會善跟夏芹 至於另外一個呢 實際上關西一直對一個名為金奎粒的女生很感興趣 當即還有一個糖果好感時間 每個人可以匿名把糖果丟進有興趣意性的信箱中 而且數量不限你想全丟都可以 結果關西只丟了一顆 而那顆就是給奎粒 而且在可以複選的情況下 他完全沒有考慮夏芹跟會善 雖然是也不會怎樣 但就覺得他自信到有點欠揍 總之在關西挑看選看後 奎粒也很驚訝 關西居然會對他有興趣 營火晚會的最後兩人也有小聊一下 但其實奎粒全程都在賠笑 因為李關西真的太自以為是 關西說他覺得奎粒好像一直在躲他 奎粒傻眼 拜託別把自己看這麼重 拿來的自信覺得我在躲你 而且關西還說 依照目前的排名來說的話 你應該是第三名 喔幹阿不就很感謝你 阿不就很感謝你看得上我 但這些話 奎粒並沒有在關西面前講 而是在女生宿舍 這段根本就是修羅場 所有女生對關西的好感度 跟G5一樣垂直墜落 而且這已經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了 而是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惠珊跟夏晴都覺得自己只是被當成了備胎 奎粒更不用說 在宿舍噴最兇的就是他 兩人已經沒有半點可能性 而主持人們也笑說 這就是李關西過度自信的報應 而對此最憤怒的就是夏晴 他對關西的態度有了180度的大轉變 在第五集的後半段 夏晴當著關西的面把不滿通通講了出來 說他的行為非常的不尊重女性 而且不懂關西憑什麼這麼高高在上 我們這幾個人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很受歡迎的 我已經不會再去配合你的爛脾氣 而且為什麼都要別人去接近你 不是你去接近別人 你怎麼這麼屌這麼chir 夏晴的一席話把關西罵得無力回嘴 差了10歲卻被罵得像個龜兒子 而夏晴的霸戲行為 不僅主持人拍手叫好 以目前的觀眾也是大呼過癮 直呼罵得好 就該有人這麼教訓他 離開房間前夏晴還嗆說 我會罵你不是因為吃醋 單純就是不爽你 這段我真的完全變成夏晴的粉絲 雖然我本來就覺得他很有個性 但沒有想到抓起狂來這麼霸氣 而在夏晴這邊被噴得無地自容的關係 自然是不敢繼續造次 於是轉頭找向了溫文如雅的初戀情人慧善 而且還說慧善現在是他的第一選擇 並且想跟他再去一次天堂島 哇這人已經爛到 我不知道該怎麼泡他了 到底多缺愛啊 至於慧善的心意如何呢 讓我們看到當天的女子競賽 本場比賽前三名可以指定對象去天堂島 慧善伸手腳劍拿了第二名 至於他的選擇會是什麼呢 我會想要一起去天堂島 孫文育 太爽了 連最後一條線都沒了 李關希也為我們示範了 什麼叫手握4張H 要你夠蠢依然可以輸到脫褲子 印象中沒有記錯的話 這好像是節目開拍以來 關希第一次沒有去天堂島 然而就在大家以為關希會孤獨終老 到節目結束時 劇情突然來了一個超奇妙的急轉彎 已經不是秋明山的髮夾彎 是瑪莉歐賽車的隱藏賽道 這段期間發生了兩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下行跑來跟關希道歉 道歉內容是 他覺得之前對他太兇 而且看到關希跟其他女生互動會感到吃醋 內心依然最喜歡李關希 哇操 這件事情讓我的CPU直接燒壞 首先我完全不懂下行跟關希道歉的理由在哪 他就是做錯事 你完全不用跟他道歉 再來就是我真的不能理解為啥你繞了一大圈還是喜歡李關希 他給你的失望還不夠多嗎 他給你的Emotion Damage還不夠多嗎 原本以為下行是唯一的冷見清醒 搞到後來才發現他才是暈船暈的最慘的那個啊 其實我很意外這段沒什麼人在討論 因為這段給我的驚嚇程度非常的巨大 但除了下行以外 關希的回應倒是在我預期內的不知道在攻三小 關希說他覺得下行從天堂島回來以後就讓他很失望 他覺得下行在地獄島的行為都很不真實 關希講完這句話以後主持人全部傻眼 因為下行是所有參加者裡面最敢表達自己情緒的孩子 你會開始跟下行保持距離 明明就是因為人家罵你 而第二個事件也讓我很傻眼 那就是新加入的女6號曹敏志 哇這件事情也是奇妙到我會笑出來 敏志從第5集開始加入拍攝 兩人原先其實沒有什麼交集 敏志一開始的天堂島選則也不是關希 但在其他人的大力推薦下 敏志也開始對關希感到興趣 再結合關希的暈船體質 聊個兩次就直接愛上人家 更是直呼敏志就是我等待許久的那個人 哇靠 絕了 打開你戀愛開關的方式會不會太簡單啊 女的 跟他講過話 結束 總之呢 目前關希的心儀對象是 剛開始的會善以及最後出現的敏志 節目來到第7集的雄進比賽 比賽內容是橫跨一座島嶼的障礙路跑 雖然每個男的都撞得跟牛一樣 但身為球員的關希還是有著絕對優勢 最終輕鬆協議的拿下勝利 而關希也開始思考要帶誰去天堂島 他首先找了會善聊天 但會善的心態一直以來都很健康 你要跟誰去天堂島都沒有關係 全部的人都了解後才不會後悔 於是關希就順水推舟的選了敏志去天堂島 大家對於這樣的結局也不意外 但實際原因卻讓人很意外 因為他選擇敏志的原因更多 是為了要報復會善跟其他人去天堂島 正當你覺得關希好像要稍微成熟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用各種白癡的發言 讓你知道李關希還是李關希 好吧 那既然選了都選了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 關希跟敏志在天堂島會產生怎樣的化學作用 但這對的互動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關希對敏志超級貼心 然後敏志也是不斷的對關希發動攻勢 他穿了一件整件背部裸空的小洋裝 然後說這件事隨意幹鬼才信 而且這段兩人的戲份多到爆炸 幾乎整集三分之一都是他們的片段 讓我看得很煩躁 總之在天堂島過後 敏志對關希徹底暈船 關希似乎也很喜歡敏志 說喜歡大眼睛又健壇的女生 但有趣的是 關希回到地獄島以後 卻不斷的詢目會善的事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當期比賽是女生的小基比賽 贏的人可以指定對象去天堂島 而這場也是節目中最Drama的一場比賽 因為第一回合下來的獲勝者是 夏晴、惠善以及敏志 三個人都想選關希 但依照規定是優勝者選選 所以三女必須再打一場小基比賽 這場比賽實無前例的激烈 夏晴超頻一級就把敏志給幹出場 敏志輸掉比賽後超級難過 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再跟關希去天堂島 而最終的名次依序是惠善、夏晴跟敏志 而關希也分別跟三個女生聊過天 哇靠真的搞得像後宮選妃一樣 但對話比較有重點的 其實只有敏志 關希跟惠善講話的方式 就是一直在試探 讓人感到非常的煩躁 至於跟夏晴就是聊沒兩句就開始吵架 比較有趣的是跟敏志的對話 敏志拿出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當時天堂島的約定 關希希望敏志寫一封十個字以內的信給他 而信件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沒有第二數位 是一封簡潔有力的告白信 還希望關希不要穿綠色的衣服 因為惠善也是穿綠色的衣服 但因為知道自己的順位 沒有辦法選擇關希 於是關希給出了一個建議 其實當時敏志有跟另一個名為正希的男生處得不錯 因此關希建議 可以再跟正希去一次天堂島確認心意 如此一來就可以來一場男子漢的決鬥 但講真的 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完全不知道關希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他的感情真的太容易動搖 而最終的配對結果是 由著第一順位的惠善選擇了關希 至於夏晴跟敏志則是隨便選了兩個人 而接下來直升機這段可以說是 整部實境秀中最精彩的橋段 我們可以看見在直升機上面 關希左邊坐著惠善 右邊坐著敏志 實際上我並不知道當時關希的心理究竟在想什麼 但我推測應該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 現在是他跟惠善的時間 你也應該花心思在自己的伴侶身上 第二種是 關希覺得敏志沒有聽他的建議去選擇正希 所以他生氣了 關希的心理想法到底是哪一個 這點暫且不知 但可以確定的是 敏志因為這件事情被網友瘋狂霸凌 他的IG整個被灌爆 紛紛覺得他的行為 絲毫沒有在尊重自己的伴侶跟惠善 但還是呼籲大家好不好 網路霸凌是不OK的 實境秀看看就好 別搞那些線下PK 總之雙方的天堂島之旅正式開始 先來講講敏志這邊好了 因為比較沒重點 他就是一直在哭暈傳暈的超嚴重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 惠善跟關希二次的天堂島之旅 在聊天的過程中關希不斷的在試探惠善 因為他很在意惠善之前選了別人去天堂島 真的超級煩 就關希這個人 他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行動完全取決於女方的行動 但就算惠善已經百分之百的確定 他還是在那邊積積彎彎 每次都很喜歡問一些假設問題 也讓主持人們受不了給了關希一個XBOY的綽號 我覺得惠善是真的很好 他很有耐心的去對待關希的不安全感 並跟關希說自己很喜歡他 但最終的決定還是在關希身上 而惠善的耐心似乎終於在關希身上產生了作用 在隔天早上的時候關希就說 假如我們一起離開地獄島 你覺得我們能不能交往 雖然假設男孩的問題還是沒有改變 但會問這個問題 關希心裡應該多多少少已經有了答案 雖然惠善也覺得關希問這個問題很窝囊 卻覺得他窝囊的很可愛 哇靠關希是不是自帶降至光環啊 你已經回了一個下棋了就放過我們家惠善吧 然而大家可能誤會他了 說不定關希真的已經下定決心 回城的直升機非常的關鍵 這次關希再度被夾在三女之間 成為死亡的百慕達三角洲 回城的時候 敏智一直想跟關希講話 但關希不僅多次迴避跟他的眼神交會 還直接跟敏智說不要跟我講話 我有點感動 看來這條又臭又長的感情線 終於要朝終點邁進了 但我們的關希啊 不愧是職業籃球員 延長賽咱們接著打 因為李關希接下來的連續操作都超級欠揍 回到地獄島後 大家就問關希說 現在你比較喜歡惠善還是敏智 結果他的回答是 論結婚的話惠善比較好 但敏智比較接近我的理想型 主持群整個炸裂 搞到頭來 李關希根本就還沒有做出決定 除此之外 他之所以在回城的直升機 故意坐在兩女之間 就是為了確認自己的心意 我信你個鬼啊 人家惠善都把心意表達得這麼清楚了 你都沒有辦法下定決心 坐在兩個人中間 你就能確定心意 我寧願信每個鄉民都有30公分 也不會信你說的半句屁話 除此之外 關希也從其他人口中得知 敏智在直升機上爆哭的事情 這件事情讓關希很驚訝 同時也解答了 當時在直升機上 關希之所以對敏智冷淡的原因 結果原因真的是 因為他不爽敏智沒有聽她的話 選擇正席去天堂島 因為這樣他就不知道 敏智是不是真的喜歡自己 幹這人真的沒救了 撇開他這種自以為是的霸道總裁行為 明知沒有選擇正席 而是選了一個安全牌去天堂島 這不就充分證明他內心不想被動搖嗎 氣到我都破音了 你的智商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啊 已經告訴你答案是C 你還問我C是哪一個 主持人第N次崩潰 說關希根本就是沒完沒了的莫比烏斯環 反正我們終於到了節目的最後一天 哇 鬧劇終於要結束了 到最後一天大家有自由的聊天時間 關希自然是要花點時間 跟三個女生好好聊一下天 首先是下行我們也久違的看見了他的招牌壓下巴 下行就說他希望關希能繞一圈後還能回到他的身邊 我倒是希望你能趕快把眼屎擦一擦 結果關希的回應也是很乾脆 曾經愛過你也確定了兩人就是不可能 不過在一片歡笑中兩人也算是和解 接下來就是敏智跟惠善兩大難題 這兩女超好笑一直坐在房間裡面等關希 關希也知道進房間找誰都不對 三人都在觀察局勢 最終是其他人幫忙關希才得以跟敏智對話 首先他們聊到了直升機拉一腳事件 果不其然跟我說的一樣 敏智很委屈啊 說我都已經做成這樣了 都已經故意選一個安全牌了 你居然還不懂我的用心良苦 委屈又難過的敏智也落下了眼淚 然後關希看到敏智掉眼淚後也開始心亂 說在直升機上其實很想待在敏智身邊 雖然跟會上的時光很愉快 但我從來沒有忘記你 還約敏智說不然節目結束以後 我們思約去天堂島 這段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紅衣女主持的表現 他媽完全就是我當時的心情寫照 24秒為例啊大哥 持球不能持這麼久的 能不能趕快決定要傳給誰 敏智這邊結束了 但最精彩的是會善這邊 會善知道關希的自尊心很強 所以一開始先放下身段 他知道關希一直很在意 某次會善跟其他人去過天堂島這件事 因此會善主動說他確實很後悔 當時沒有選擇關希 甚至還承認自己做錯了事 還承諾自己不可能會改變最終選擇 而會善的一番好意卻換來關希的狠心踐踏 他說他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下定決心 因此沒有辦法給會善他想要的答案 還說敏智給了他很明確的答案 這意味著他認為會善的心意沒有到很明確 空氣瞬間瀰漫著嚴肅的尷尬氣氛 會善也收起了他的招牌笑容 這也是他節目開播以來 第一次露出這麼不爽的表情 還是一個看沒救智障的表情 我已經表達的這麼明顯了 你還說我不夠明確 要不要身份證配偶欄直接寫李關希 但我覺得不要 真的不要 被魔光耐心的會善徹底暴怒 並要求關希乾脆就去選敏智 自己已經做了這麼多 已經去了兩次天堂道 如果這都不算愛 我有什麼好悲哀 謝謝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該 召集的關希開始解釋 並跟會善道歉 雖然會善最終還是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 但就連脾氣這麼好的會善 都能被李關希搞瘋 你就知道這裡有多軟爛 不過在會善發火以後關希真的開始自我檢討 奇蹟啊朋友 覺得每個女生都對自己升過心 那會不會是真的是我的問題 兄弟 浪子回頭不嫌晚 如果知錯了 希望你可以隨便選個男的離開地獄島 就此收手別在單位三位美女的人生了 而且會善是真的完全不想再附和關希 晚上還有一個真心話引火網會 大家可以公開自己的年紀跟職業 關希就問會善說 如果可以時間倒轉你想回到哪一天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嗎 因為關希想要知道 如果再給會善一次機會 他會不會選他去天堂島 沒有錯啦 就是這麼無聊 但會善早就把他的伎倆摸得一清二楚 於是回答了第一天 就是不讓他趁心如意 於是終於到了告白當天的早上 一大早關希就在海邊散步 主持人就笑說 他會這樣跑去散步 八成是一定還沒想好 一個人類可以活得這麼容易被看穿 你也真的是少見的人間極品啊 但結局其實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最終關希一共獲得三個女性的告白 分別是夏晴、閩智以及會善 我原本以為會善不會跟關希告白 而鬧了整整11集的關希 最終的決定是他的初戀會善 唉隨便啦 反正一堆分手 而在關希做出最終決定後 單身極地獄第三季的故事也就劃下了句點 好的 節目的最後 我想要來說說我對於這四個人的看法 首先是中斤就退出戰局的下行 其實他是我這季最喜歡的出言者 個性非常的直求 而且有話直說 雖然很喜歡關希 但該罵的還是會罵 儘管知道自己已經完全沒有機會 但最終還是堅定的選擇了關希 雖然我真的不懂他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關希 可能是智商跟尾巴一起被拔了 但網路上有一個說法是 夏晴本身就是籃球迷 所以關希身上自帶偶像buff 但因為本人沒有證實啊 所以看看就好 第二個是被罵得最慘的敏智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無辜啊 大家一開始會罵他的原因是 敏智老是喜歡到處跟男生搞曖昧 但身為一個中期才加入的演出者 他本來就必須更積極地去跟異性互動 只是他跟男生相處的方式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比較綠茶 但除了拉一腳事件 跟那件睡衣很荒唐以萬名 智本身的行為動機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確定喜歡關希後也從未改變心意 雖然我也沒有真的到這麼喜歡他 但也不至於討厭到要去IG罵他 至於最終贏家慧善 是我覺得三個女生中最懂關希的人 他知道關希不僅自尊心高又難搞 所以對話的時候總會習慣先放下身段 但也不會讓他太得意 慧善總是會在適當的時機刀他 雖然我也不能理解他這麼喜歡關希的原因 但慧善確實是三女之中 好的 最後一位男主角李關希 啊 先讓我暖身一下 我知道網路上已經有很多很多關於他的文章 正面反面的都有 所以我這邊就來說說我的看法 關希有著好看的外觀跟優秀的職業 還有著三不五時就心動的暈船體質 在初次見面的時候是非常加分 你去想想看 如果有個男的條件超好 還對你一見終前 你肯定多少會有些心動 但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在於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樣的對象 在沒有任何擇偶標準的情況下 關希根本就不會篩選異戲 完全就是見一個愛一個 思考方式完全靠藍爬 本季地獄島的形狀就是李關希大腦的形狀 然後關希又沒有那個智慧 同時處理這麼多的異性關係 所以他最後的處理方式就變成了 看誰最喜歡我我就選誰 你們要想辦法對我示好才能獲得我的青睞 而且這人的自尊心又有夠高 你所有的行為跟發言都要在他的期望內 不然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報復或PUA 簡直又知道了起點 於是第一個敢跟關希說實話的下景 也不意外的第一個就出局 但這人又很難搞 像敏智這麼聽話最後還是沒有配對成功 反倒是後來一直跟關希唱反調的會善 還成功配對 或許就跟主持人說的一樣 關希最後的選擇完全取決於他最後跟誰講話 而且被這麼多正妹重心捧月 也讓他變得得意忘形 因此在劇中出現過無數次不尊重女性的發言 其實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人探討關希的泡妞方式 並且給出了高度評價 我個人的想法是 哪怕你條件再好 把妹技術再好 甚至只是來玩玩都無所謂 尊重女性永遠是基本 兩性相處不是比較iPhone性能 也不是開冰箱在挑菜 要不是在拍節目 正常世界這首人早就被封鎖了 這是李關希給我最真實的內心感受 我不會因為有很多女生喜歡她 就說她有多好多屌 這人在我心中就是很糟糕 因為她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雖然不可否認 這次如果沒有她的話會很無聊 但我個人其實看得很煩躁 李關希的片段又多到靠北 總之啊我對於李關希的看法大概就是這樣 自大自戀自以為是 王子病佐點神經病 好的今天沒有人物後續啊 主要是這支片比較感 下集會把其他人的感情線講一講 也是很精彩 沒意外的話可能禮拜三就會提早上線 因為之後阿萱要出國 好的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